我们很多在台湾出口品大众的机械制造 台湾的机械制造品 其实很多像那种模具 模具你知道吗 就是做什么螺丝帽啊 做那种那种大型模具组建工厂 最有名的是在台湾 我们帮很多世界上的大企业 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什么红海那些 所造出来 他们所用的那种工厂的模具 都是在台湾造的 那你现在ECFA如果说一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些通通完蛋 而这些你以台北线来讲 很多模具工厂它都是中小型的 对啊 其实台湾本来就是以中小型的为主 它是台湾的经济基础 是不是 那如果说ECFA真的如马英九所讲的 那世元祥经济部长世元祥说的更白啊 ECFA就是打桥帮着老百姓做生意啊 如果说我们都认同了 我们都可以接受了 那我想请问执行长 你刚才问题还存在吗 股市按照基本面来讲 基本面走 请你们各位股市投资人 请你们密切注意到台北股市当中 与ECFA有相关联的股票 对 那有多少 对不对 其实有些是直接关联 有些可能是它的周边 对 或者是大家的消费增加 其实整个都带动起来 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 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 对于外贸出口这一块 太偏重了 就是 当然对于 你说对于市场的整体发展来讲 这样的发展 好像不 不太合适 但是我这样就坦白话 那能怎么办呢 台湾是两千三百万人 但日本是一亿六千万的 那日本是我们的五倍啊 是是是 哦不止哦 五六倍哦 对 日本还不是外贸 对 那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哦我们说 要发展内需市场 很多很多那个 那个财经的名嘴 很多经济学家在 在电视上讲 反对ECFA的理由 其中有一点就是 发展内需市场 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我们的内需市场就这么大 你百分之百发展好不好 你百分之两百发展好不好 你都没有办法取代 你在外贸上的损失 对 你没有办法取代 你补不回来 我们买就是出口味道 像个国家 对不对 对 坦白讲 两千三百万人口的 一个地区型的市场 我们照理讲 我们是培养不出红海 培养不出台积电 培养不出台塑 培养不出宏达电 这些大型企业 培养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市场 它没有那么大的量 为什么 这些通通在台湾 2009年 全世界500强 两岸三地占了88家 我刚刚讲的那些 通通都有 对 台湾还有十几家 为什么 全世界500强 你台湾的经济体 在全世界排 现在也只有17 台湾不过是 全世界第17大经济体 第17还是18 你凭什么有这么多 这么大的企业 光靠你的内需市场 你办得到吗 你养不起来的 对 对不对 就好像在2008年 金融海啸之前 为什么500强当中的 250都是在美国 是很高大 是 没有错 对不对 它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它当然 它有那么大的位容量 它当然 它的企业 发展的就快 规模自然就大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没有这么 这么大的市场的容量 但是我们却创造出了 这么多的企业 凭什么 凭那就是外贸 对不对 我想请问各位 万一ECFA 签不下来 或者是缓签 首当其冲的 就是台湿 台湿每年身材这么多 塑化原材料 我请问各位 台湾能够销多少 它要销台湾 它六清的当中的一个厂就够了 用不着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这是补不回来的 但是 以我们跟大陆之间的两岸市场整合的这种默契 持续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 五月份应该可以看到好消息 所以 所谓五穷六决 股市当中的五穷六决 在台北股市 今年恐怕是看不到 对 我觉得五月份会创 在五月之前 的四月开始会逐渐出现一波台北股市的高峰 他如果说状况越来越好 他在签的 就像万大哥讲 可能前一个月就开始走 他不会签的才开始走 他就是提前反应 真的签 那可是真的签之后 他的基本面也没有立刻可以反应到他的一些营收获利上面 所以可能真的签完会有一些震荡 然后 真的基本面出现好转的时候 开始就股市才会拉一个真的基本面的出来 所以可能如果说五月可以签的话 会提早一个月可能就会开始做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我的看法是四五月台北股市会有一个小高峰 但是真正的高峰 那绝对是出在第三季第四季 那就是真正反应 而且也是各产业的旺季 对 那真正反应什么 台湾的基本面开始出现了 然后各个产业在那急着招工 刚才我们在录影之前 那个执行长还在跟我讨论 大陆一样还缺工的问题 对不对 缺工非常严重 光一个珠江三角桌就缺民工两百万 其实民工缺不缺台湾港 对我们来讲 没有任何影响 越与我们无关 越跟我们的那个档次差太远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 埃克法如果签订 我们这里会开始积极招工 而且我们这里招工招的就不一样了 招的就是属于我们 我们需求的月台商 因为缺工的关系 台商会有回流 或者是他不见得会放弃那里的市场 而会从这里 透过两岸人才的交易平台 会从这里招工到那里去 比方说我们早就提的海西经济特区 我在这里 在我的黄金三角当中 这本书当中 我不止一次提过台北市场的延伸 台湾市场的辐射延伸所产生的海峡西岸经济特区 其实各位朋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告诉各位 以后台湾人在台湾就业的概念你要放大了 你不要想着我在台湾就业 我就是在台湾的范畴内 以后台湾的范畴它会扩大到 至少会扩大到海峡西岸 扩大到福建 你必须要到福建去就业 我们这个 咱们铁板上钉钉 放在这里 骑鱼看畅门走着瞧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这是跑不了的 那至于今年 我刚刚说了 别人都认为是台湾的政治年 我却认为是台湾两岸市场整合年 你比方说大陆的外汇水滴 人民币的汇率 这都直接影响到我们 这都直接影响到我们 还有他们的GDP 2010年 股计是百 有人股计是11% 其实我的看法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整个大陆市场 它开始进入了高速成长 高速成长 或许有人会问 人民币可能要升值 然后大陆美国 今年都可能会升息 那对我们会有影响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而对我们直接影响比较大的 反而是市场整合 因为这会落实到千家万户 我在这里我一再强调 而且我也在2012台北北京上海 黄金三角这本书里头 我也一再强调台北市 整个黄金三角市场的人才库 这一点其实今年就会逐渐的落实表现出来 对 逐渐的落实 你们大家等着看 是 好 我们非常感谢万大哥 今天带我们节目上讲的这些 那我想刚刚刚那个讲到说 这个市场整合 跟这个EKFA的基本面 才是影响台湾今年 最重要的事情 包括这个 可能是升息 或者是升值 可能影响不会这么大 那在我的看法来讲 因为大家都预期到会升息 所以其实它影响不会这么大 这个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分散了 对 就是你都已经事先做准备了 风险预期的那种 把实质上它把风险给分散了 是是是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样的新闻消息出来 你可以自我做好准备啦 那你也不会太紧张对于这样的新闻来出现 因为大家心里都有 今年全世界各国大概都要升息了 但其实应该也不会升太多啦 会啦 意思意思 因为整个 慢慢的啦 尤其欧美这个市场 跟他们占星的一些 其实都还有一些问题存在 并不可能太快速的来做 做升值的这个动作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万大哥 来到我们节目上 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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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